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历史人物》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1.达尔文 进化论的奠基人 2.达尔文的自然选择 物种起源的关键 3.达尔文影响科学与宗教的辩证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达尔文 进化论的奠基人 好的,让我们来聊聊查尔斯 达尔文,这位不仅改变了我们对生物多样性的理解 而且,还无意中给了未来的学生无数的考试题目的科学巨拨 首先,达尔文先生的全名是查尔斯·罗伯特 达尔文,他在1809年出生于英国的一个富裕家庭 他的父亲希望他成为一名医生 但达尔文在医学院的生活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 血腥 是的,他对解剖客的血腥场面非常不适应 这让他决定医生这条路不适合他 后来,他转而投身神学 但这也不是他的最终兴趣所在 达尔文真正的热情在于自然历史 这种热情最终让他登上了贝格尔号 HMS Beagle 开始了一场将改变世界的旅行 在这次五年的航行中 达尔文观察到了各种各样的生物和地质形态 这些观察成为了他后来理论的基石 达尔文最著名的著作是《物种起源》 在这本书中,他提出了自然选择的概念 简单来说,他认为那些最适应环境的生物 会有更大的机会生存下来并繁衍后代 这个想法在当时是相当革命性的 因为他挑战了创造论的观点 即所有生物都是按照某种不变的模式被创造出来的 现在,让我们来点幽默 想象一下,达尔文在加拉帕哥斯群岛上 看中那些有着奇特脖子的龟 心想,这些龟的脖子长得跟我的学术生涯一样 都是在不断的伸展中 或者当他在观察雀鸟时 他可能会想 如果这些鸟的会能适应不同的食物 那我的学说也能适应那些顽固的批评者的攻击吧 达尔文的理论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争议 但他本人并不是一个喜欢公开辩论的人 事实上,他更喜欢在乡村的家中安静的工作 而不是在公开场合辩论 这就好比说 他更喜欢在自己的生态系统中进化 而不是跳进那些充满争议的生态池塘 最后,达尔文的进化论不仅影响了生物学 还影响了心理学,社会学甚至经济学 他的理论就像一个生物学的瑞士军高 各个学科都能从中找到有用的工具 而达尔文本人则成为了科学史上一个不可或缺的巨人 他的理论就像生物界的重力定律 无处不在,影响深远 所以,下次当你看到一只鸟在着实或一只狗在追尾巴时 记得向达尔文先生致敬 因为没有它,我们可能仍然在猜测为什么鸟儿会飞 或狗为何如此喜欢自己的尾巴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达尔文的自然选择 物种起源的关键 各位同学,朋友们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那位让无数生物 在进化的舞台上跳出生存之舞的大师 查尔斯·达尔文 查尔斯·达尔文 达尔文先生不仅是自然选择理论的奠基人 更是无数科学家心中的偶像 当然,也是那些不爱做运动的生物的噩梦 首先,让我们来谈谈什么是自然选择 想象一下 如果你是一只长得特别快的兔子 当狼来了的时候 你可能会是最后一个被追上的 这就意味着你有更多的机会去享受美味的草 并且有更多的时间去约会其他兔子 这就是自然选择的基本原理 在生存和繁衍的竞赛中 那些拥有有利特征的个体 更可能生存下来并传递他们的基因给下一代 达尔文在他的名著《物种起源》中提出了这个概念 这本书可不是什么轻松的床编故事 他挑战了当时的科学界 甚至是社会的基本信念 达尔文观察到 即使是同一物种的个体之间 也存在住差异 而这些差异可能会影响他们的生存机会 他在加拉帕哥斯群岛上的研究 特别是对屑鸟的观察 让他发现了这些差异 是如何随着环境的不同而被自然选择出来的 现在让我们来点幽默 想象一下 如果达尔文有Instagram 他的帖子可能会是这样的 刚刚在海滩上发现了一只螃蟹 驮得钳子比我的脸还大 自然选择健身目标 或者他会发一张鸟嘴的合集 配文 这些鸟嘴的时尚真是千变万化 每个岛上的风格都不同 加拉帕哥斯鸟嘴时尚秀 但别被这些幽默迷惑了 达尔文的理论是建立在 严谨的科学研究和长时间的观察之上的 他的工作不仅改变了我们对生物多样性的理解 还对科学方法和思维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最后 我们可以这么说 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 就像是自然界的一场无情的选秀节目 每个生物都在争取成位下一个超级明星 但只有那些最适应环境的 才能获得繁衍的机会 所以 下次当你看到一只特别帅气的鸟或者一只特别快的兔子时 记得向它们致敬 因为它们是自然选择的冠军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达尔文影响科学与宗教的辩证 各位听众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位让人类自我认识 从此改头换面的大人物 查尔斯·达尔文 这位先生不仅仅是个科学家 更是一位时空旅行者 他的理论穿越了世纪 引发了科学与宗教之间的一场史诗集辩证大战 首先 让我们回到1859年 邦达尔文的《物种起源》 一书出版时 它就像是一颗深水炸弹 投入了平静的湖泊 这本书提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想法 物种并非固定不变 而是通过自然选择这个慢慢的 无情的筛选的过程 进化而来 这个理论直接挑战了当时流行的创造论 也就是说 所有生物都是由一位至高无上的创造者 按照其设计蓝图创造出来的 当然 这种说法在当时的宗教界 引起了不小的波澜 有人认为达尔文 是在挑战上的权威 甚至有人称 他为那个想要把我们都变成猴子的男人 但达尔文先生似乎对此并不在意 他只是一个对自然世界 充满好奇的科学家 他的理论是基于对鸽子品种 蜗牛壳和银贝塞塞书的深入研究 而不是为了挑起哲学或神学上的争论 随着时间的推移 达尔文的进化论逐渐在科学界 获得了广泛的认可 这不仅仅是因为他的理论有利 而且因为后来的科学发现 如遗传学 化石记录和分子生物学 都不断地为进化论提供了支持 这就像是达尔文先生在棋盘上 悄悄摆好了一个局 然后后来的科学家们一步步地 揭示出他的大忌 但这场变正并没有就此结束 在某些宗教团体中 进化论依然是一个敏感的话题 有趣的是 这场辩论有时候会变得相当幽默 比如有人会问 如果我们是从猴子进化来的 那卫石膜还有猴子存在 这就好比问 如果美国人是从欧洲人移民过来的 那卫石膜还有欧洲人存在 这种问题显示了对进化论的一些基本误解 但也提供了科学教育的机会 总之达尔文的影响 远远超出了科学领域 他的理论成为了文化 哲学甚至宗教讨论的焦点 而这场科学与宗教的辩证 就像是一场永无止境的舞蹈 双方或拉或扯 时而和谐 时而激烈 但无疑都丰富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 达尔文先生 如果您在天有灵 看到您的理论引发的这一切 不知道您会不会也会心意笑呢 在这次介绍达尔文的旅程中 我们一起回顾了他的生平 和他对进化论的贡献 达尔文的理论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争议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渐渐被科学界所接受 并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他的理论不仅改变了我们 对生物多样性的理解 还对科学方法和思维方式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作为一个六博士 我想分享我的观点 达尔文的理论是科学的 他基于严谨的观察和研究 而不是信仰或主观的意见 他提供了一种解释生物进化的机制的框架 而不是回答关于生命的终极问题 科学与宗教并不是互相排斥的 而是互补的 它们可以共同帮助我们了解这个世界的奥秘 现在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你对达尔文的理论有什么看法 你认为科学和宗教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并提出你的问题 让我们共同探索科学与宗教的奥秘把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